就是基本上那個開啟另外一個頁面 當然這個是主畫面 原來的主畫面 那這邊上面有一個訊息 這是主畫面 那當然點擊它的時候 它是由那個ManActivity去開啟這個 我們ActivityMan 所以開起來之後就長這樣子 那當我點選這個開啟的時候 它是用Intense去呼叫什麼 呼叫這個Second 那我剛剛這個Second有打錯了 我把它修正了 不過發現剛剛我那個這個Second名稱打錯了 居然還可以執行 而且沒有錯誤 很奇妙 改回來也沒什麼示範 奇怪 它這個到底什麼邏輯 不過不要 大家千萬不能打錯字 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我啟動它 它透過這個Second去啟動Page2 所以特別注意 就是點擊它的時候 就啟動了 STOP OK 那可見的 它剛剛名稱 就是把它改過了 基本上就是啟動這個Page2 改了 OK 我們這邊是錯的 所以這個也要改 OK 對 沒錯 所以記得這邊改了之後 那邊也要改 OK 好 好 改完之後的話 那應該就沒問題 這個 這邊多了點 兩邊要都把它改正確 這個改一下 這個大小寫區別嗎 看一下這個 多一個點 這個要點一下 這個要點一下 說要給它全 它是有抓到這一個 這個 所以 剛剛應該就將錯就錯好了 OK 好了 這個 因為它這個理論上應該會抓到它了 我剛才也把它clear掉 這個 这个 所以这个地方要宣告 public 不过我刚刚是没有 public 它其实可以过 而且本來有public他反而警告我說這邊不能用public 這個可能再看一下 因為public主要是套件跟套件 我們只有單一個套件 其實沒有影響 這個manifest還是說他屬於另外的套件 還是怎麼樣 這個再了解一下 因為理論上自動會抓到才對 不管說有沒有public 不過這邊我們把它再執行一下 基本上這樣就可以 就有那個切頁的效果 就是可以直接把我們的畫面切到下一個頁 下一個頁面的話還可以結束掉finish掉 因為底下的東西還在 那應該就沒有問題 那待會的話我們要再加上什麼 加上那個就是傳遞參數部分 剛剛有講到就是說用bundle的方式來做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們來看 另外我用那個另外遠端的 假設說我這個地方一樣 啟動另外一個 然後我順便帶了三個訊息 哪三個訊息 一個是姓名 叫什麼呢 也許叫David或者叫你的名字 然後年齡多少 身高多少 主要是帶三個資料過來 那怎麼樣把三個資料從那個主程式帶到這邊來 帶到這邊來之後的話 剛剛有講到用put bundle裡面的put address 帶三個東西 然後這裡可能你需要注意就是說 帶的資料是自串還是 就是那個就是說整數啦還是有那個浮點的喔 OK那過來之後的話你要把它get到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喔 等一下也許可以把那個intent2 你再另外也許再把它複製 再貼上一個那個 也許再重新做一個CH09 然後我們裡面的話等一下再來看 怎麼樣再把三個訊息丟過來 順便喔 透過第二個怎麼去接 這邊會需要那個bundle的部分喔 那把畫面先還給Gui 然後把原來intent2喔 再複製一個專案喔 等於是再改成那個intent3好了 intent3 那裡面的話大概就是加上什麼 加上這個 就是開啟另外一個那個制定的activity的時候 同時丟三個東西過來 分別它的名字跟它的年齡啦 還有相關的資料 這三個可以把它丟過來 丟過來方式的話特別注意喔 我大概改了幾個地方喔 包含就是說第一個啦 你的page2的介面上面 因為要接接這三個資料 所以必須在這邊呢 把它做一個page2的修改 所以我們先從那個view的部分 那view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這邊多了一個那個 一個testview 這個testview的話呢 裡面呢 大概就很簡單嘛 就是一個名稱 今天我把它改成叫做tstshow 那將來的話當然喔 我們如果接收到這三個訊息之後 然後把這三個訊息呢 分別喔 再組成一個字串 可以再丟到這個這個上面來 OK 第一個當然view的部分 那再來c的部分呢 控制部分 那v的部分我想應該前面的這個主程式 他不用動啦 除非說將來喔 你可以讓使用者任意的輸入 比如說呢 他的姓名 而且你這邊 那當然相對你可以稍微改一下 姓名叫什麼 然後他的年齡多少 然後他的什麼 他的那個年齡身高多少 反正有三個訊息對不對 那你可以再組畫面啦 不過這個又更複雜一些些 假設我們已經寫在裡面了啦 那未來你可以從那個原件裡面 所以你可能將來要改的話 也許再增加三個 ad text讓使用者輸入 OK 那我們只是簡單 主要重點是了解 怎麼樣把資料從 第一個畫面 帶到第二個畫面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大概view的部分 就是有變更 就是說呢 第二個page 那再來的話 主程式 那接下來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其他其實都不用動啦 主要就是丟 一個丟嘛 那一個接 那丟的話呢 怎麼丟 特別注意 其實關鍵就是在 你要怎麼使用bundle 去把資料給bundle進來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怎麼樣把那個資料 先放在那個bundle裡面 那bundle部分特別注意 我們主要因為要丟三個資料 第一個資料的話是一個stream 是一個名字 它的名稱叫什麼 然後它的年齡叫什麼 另外呢 一個它的身高 多少 那總共三類型的資料 特別是為什麼這三類型 主要常用的就是這三類型 不外乎自串 整數跟幅點 有小數點的 那這三個資料呢 要怎麼 假設我們已經有了 那當然將來你可以任意的 讓使用者輸入的話 介面請自己再定義啦 OK 就是放三個ad test嘛 那這三個ad test裡面 分別可以輸入文字 整數跟小數點 那如果說你要帶過去 關鍵就是在這個bundle OK 其實你們不知道有沒有特別注意 就是說我們預設的那個import 其實呢它預設一定都已經有一個bundle bundle這個類別 只是說我們一直都沒有特別去使用它啦 雖然它一直都存在 它什麼時候存在 你會放uncreate的時候呢 也會bundle 也就是實際上 外部也有可能會透過uncreate 丟一些東西 到你初始化的時候 OK 所以也會有機會啦 所以你看到bundle 你就可以想像就是說 如果人家寄沒有給你 如果裡面要附加一些檔案的話 也可以放在bundle裡面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怎麼去 大概第一個new一個bundle 好 它有一個實體了 那再來呢 這個bundle裡面要放什麼東西 放三類型的東西 一個是字串 一個是整數 一個是浮點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會發現 我們一樣是用那個點put 特別注意喔是put 不是set 它這個是放進去 那裡面呢 它一定是key key跟value的概念 前面是它的key 就是一個name 也就是後面呢 我要把那個資料 給抓到的那個名稱 那個key的名稱 再來的話呢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那個 它的要放什麼東西 ok 然後呢 再來這個edge name 然後放這個 它的david這個名字 然後再放那個 它的年齡 ok 特別是後面的那個資料 你會發現put 或者針對不同的資料型態 你可以給不同的那個放置的資料型態的這個mancer方法 然後呢 它的升高 ok 那最後的話呢 記得喔 除了說new一個它之後的話 要把它跟著那個intent過去的話 最後再put is trace 把這個bundle給放進來 所以基本上 會有這幾個步驟 所以基本上 這幾行就是新增的 最後呢 再利用也是一樣star activity 所以中間我們是增加這幾行 分別三個東西 建一個bundle的物件 然後呢 分別放123 然後呢 再丟到那個intent 所以基本流程是這樣 所以往後 假如說你頁面很多 你希望做資料交換的話 可以這個放 第一個bundle 那你已經把它放到bundle了 那這個時候呢 它也丟過去了 丟過去有點像那個 email裡面已經有回文針了 有個東西對不對 那你要使用者怎麼打開呢 那其實特別之外 這邊是put 過去的話用什麼 用get 那特別之外 那個後面的形態你要對應到 你不能說明明是一個street 你用putint的話 那就會出錯了 就get 如果int過去那就getint 好 那這個地方是附加 所以基本上我們主要是改了一個 兩個 對不對 三個的話就是接 所以這邊是v的部分 這邊是丟的時候的c 這邊是接收的c 那接收的c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主要就是在哪邊要接 那畫面上因為呢 又多了一個那個tstshow 就是說它顯示最後的訊息 那再來就連結 應該沒問題啦 這個宣告連結 OK 最後的話呢 要能夠怎麼樣 能夠建立事件的下方 我就取得那個bundle 那怎麼取得 你能丟 那你就能夠接 那接的話呢 基本上還是必須要透過intent 因為它是跟著這個intent過來的 所以一定要去宣告一個intent 後面記得是透過我們這個實體 list list指的是second second的這個類別的實體 點 特別注意喔 因為它丟過來就丟給second second接到了 接到之後的話呢 你再用getintent OK這邊特別重要 這個比較特殊啦 getintent 就是把intent先抓到 抓到之後的話呢 再建一個bundle bundle後面的話 特別注意是getintestress 因為它前面是putintestress 所以就是先intent 再把裡面的東西 然後呢 分別用那個get的string 把這個名稱 keyvalue特別重要 前面名稱叫什麼 這邊就要叫什麼 字也不能打錯 打錯一個字都不行 然後分別什麼 抓到 建立一個string的變數 就丟進來 丟進來 丟進來 抓到之後的話 最後再把它串起來 串成一個姓名 叫這個 換行 年齡 然後身高 這個都換行 OK 然後呢 最後呢 再把它放到什麼 tst 就是我們那個testview上面 有個settest 把這個 這個字串 把它丟過來 最後各位可以看到的結果 假設我按過來 按下去 接收到了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 這個裡面 這個裡面的東西 最後顯示出來 就丟到這裡 有沒有 姓名叫什麼 叫David 然後這邊因為有一個什麼 斜線N 這個斜線N 這個是跳脫字緣 跳脫字緣的話 就是幫你做換行的動作 因為如果你不換行 那就變一直接在後面 換行 然後換行 最後顯示出來 OK 所以會有三個地方 我們剛剛改了這個V跟兩個C 其他都沒變 OK 這部分其實未來 你們如果做多頁面一定會遇到 因為多頁面 你要資料交 一定會有資料交換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 當然不只兩頁 三頁四頁五頁六頁 反正你要做幾個頁面都沒問題 OK 好啦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換給各位 那我有把那個 剛剛最後完成的這些相關的程式碼 也把它貼到那個雲端上 所以你如果要參考的話 貼到雲端上面 那基本上就是改三個地方 我也特別把它做一個 那個重點醒目的提示 字也幫各位放大一點點好了 反正就三個地方 那往後呢 如果說你要帶三個資料過來的話 其實就是改這三個地方 改這三個地方就沒有問題了